这地方是你们自己选的 还是墨尘帮忙选的 冷华温和地说 这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们纳兰家住了几天 便一直在外打听走动 最后见这里一处宅子不错 便买了下来 你呢 也在这里啊 轩云墨泽看了他一眼 我将你旁边那处宅子买下来 你让他们打通了门 哦 用钱买下来的 他可不觉得 在这样的地段 会正好有这样两处空着的宅子 我用两枚丹药将这宅子换下的 凤九这才恍然 原来用丹药换下的 那就正常了 毕竟在这样的地方 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想买的东西 但丹药却不同 走吧 我们回家 他微微一笑 挽着他的手往前走 不多时 入眼所见的便是两处相邻的宅子 两处宅子连在一起 所占的面积也不小 其中一处宅子上面 写着凤府两字 而另一处写着陵府 陵府 凤九威亚 看向身边的轩云墨泽 没想到他会用林沫涵这个名字 在这里立府 左右不过一个名 走吧 他带着他往凤府走 杜凡几人在前开了门 一进里面 凤九便看出这府里是布下阵法的 而且还是杜凡的手臂 看着那些阵法 他暗自点了点头 许久不见 看来杜凡的阵法 还是有所提升的 跟在后面的杨小二 却没有看出来 只是跟着他们走 不时地打量那一脸温和的少年 越看越觉得这少年好看 属下见过主子 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杨小二回过神 朝前面看 就见八名容颜清俊出色的男子 站在前面 向凤九行为一礼 看着那八人清俊出色的容貌 他不由呆呆地想 原来这里真的有很多好看的美男啊 进去说吧 到了里面 凤九微顿了一下脚步 贴了一眼 一直看着冷滑的杨小二 忍不住一笑 小二啊 啊 什么事啊 凤卫等人 看向那胖女孩 哎 主子上哪带了这么个胖丫头回来 你觉得我这里 哪个人长得最好看呀 杨小二有些不好意思 看了众人一眼 嗯 都 都挺好看的 嗯 至少这里的人 都比原本见过的那个转嫁小白两好看 啊 啊 拜拜